最近的周杰林心如事件闹得沸沸沸扬,有因为慈善捐款的事情,林心如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指责他假慈善,还借用慈善炒作自己捞钱,为此网友也把林心如捐款的名系拔拉出来。 可以看出林心如在08年捐款30万,也获得了八个大使的称号。 其实林心如确实在公益上捐款了,在文川地震时捐了10万,日本地震时捐了150万,但在八杀慈善业这样重要的场合却从未进行捐款。 林心如也对未捐款的原因告知了大家,主要是担心自己捐款到不了三民手中,也指责八杀慈善业的捐款没有监督,更指明明年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。 其实很多网友也会怀疑,明星慈善的钱会用到哪里。 为了给网友解惑,八杀也晒出了明星们专赠的车队,可以看到每个明星专赠的车队都有明显的标注。 虽然林心如质疑,公益缺乏监督,自己才不捐款,但这么大的活动怎么可能造假? 这可是面向全国网民的盛宴,林心如应该是想多了。 与林心如不同,霍建华曾在八杀慈善业多次提醒林心如低调点,可是林心如还是陷入了舆论线窝。 看到这么多网友对林心如的不满,霍建华为了挽回妻子的形象,在9月12日追加公益安心包裹60万,据悉霍建华今年累计捐款达到了100万。 对于霍建华此次的护妻行动,你怎么看? 感谢观看